有27岁的女影星 接下来我们要跳到81岁的一位政坛老政客 你看她满脸的线条肌肉好像不像81岁 那是因为经过无数次的整形拉皮 她几乎已经快忘了她原先长什么样了 她是意大利的前总理叫做贝鲁斯科尼 有人说她是欧洲版的川普 倒也并不是因为他们年龄接近 而是他们两个都有很多的花边新闻 贝鲁斯科尼在这次刚刚落幕的意大利大选当中 再一次浮上政坛 这次大选其实受到西方的注目 因为是所谓的右翼的民粹政党 获得了极大的优势 但到目前为止因为票数分散 还不知道谁来阻隔 目前幕后的操纵者 就是这位81岁的前总理 他怎么又出来呢 因为他非常擅长这些宣传公式 自己就有三家电视台 他在意大利很多人心中既是笑话 也是一个黑色幽默喜剧 他就像是一个色眯眯的大叔 他掌握了一切的政治资源 非常照顾自家人 我们下来看看这位贝鲁斯科尼 在历经了多年的政治纷争之后 如今还有刑案在身 但他依然可以操纵意大利的政治大局 意大利三月国会大选 他是最大的焦点 前总理贝鲁斯科尼来到拿破里 受到热烈欢迎 更不忘涌着年轻女选民合照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他在选 这位三度出人总理 活跃意大利政坛长达二十几年的风云人物 高龄以81 但仔细看他的脸真的动铃 皱纹不多 发现超工整 笑容还极其僵硬 整形横积明显 请辞下台以七年 此番再度出马 就是因为他想继续呼风唤雨 八旬老翁说起话来人铿锵有力 虽然逃税及逃色丑闻 被判刑四年 取夺公权 但老辈最厉害的是 政治嗅觉敏锐 四年多前 他自行筹组立场偏右的 意大利前进党 这回看准极右风潮兴起 一口气拉拢四个政党 大打团体战 重塑个人政坛影响力 只是没想到投票当天 也有人守候多时 一名跳到桌上的上空女郎 不但身上写有标语 也大声呼喊抗议 他的Time's Up 正是美国反性骚运动的标语 遭抗议正因为他喜好女色 甚至可用淫乱来形容 I have always worked with no interruption and if it sometimes happens to me to see the face of a beautiful girl I say better to like girls than to be gay Yes there were lots of girls many many girls really a lot I and five or six other girls went into a room where we bathed He came in wearing a bathrobe and nothing else 高调办姓派对的地点 在罗马市郊的豪宅 去年媒体难得进入 一窥其帝王般的生活 从不掩饰生活豪奢 还幸喜年轻美眉 现在身边的未婚妻 也比他小近五十岁 这在欧洲人眼中 公职与私德是两码事 且跟其他冰冷冷的 政治人物相比 老辈有企业巨子的身份 勇于批判又长袖善武 在崇拜英雄的意大利社会 很吃得开 这是一场最 popular的电视剧 一场播放在今天 与年轻人的表演 和甚至年轻人的妇 获得9万亿观众 他拥有三家电视台 自我宣传不是问题 但部分游戏节目内容 不但女体暴露横沉 还极度物化女性 却也成了收视保证 如果Berlusconi是所谓的皇帝 我认为这就是他的宣传 对外国人来说他可能是厉害 但对英国人来说他是足球 他是商人 意大利人爱足球 AC米兰队过去的大老板 也是他 但这一段老板和球员对话 更让人傻眼 他常吃貌美女性豆腐 还会自以为幽默作弄人 有一年参加北约峰会 东道主梅克尔等着亲自接待 但老辈却懵奖手机迟迟不甩 没风度到了基点 还曾大开玩笑说欧巴马肤色晒得很漂亮 根本众无其事 被法院判决的三项罪名 他也是一脸不屑 最后并未真的入狱 年轻时当过歌手他 最后仅以社区劳逸 到老人院唱歌轻松过关 如此形式风格却能被他扭转 现任七年的老辈 这种照片可多了 他成了爱狗的老爷爷 爱护动物后还成了素食主义者 原因是不忍看到动物受难 去年复活节 他抱着五只收养的小羊 为素食团体代言 宣导不吃肉 透过旗下电视台大力放松 让他保有一定声量的支持 也为重返政坛埋下伏笔 果然三月大选 他筹组的中间偏右政党联盟 强调反移民的排外立场 在经济不振的意大利 拿下百分之三十七选票 即使无法在任公职 但他能当政坛大佬 未来的新总理 无疑会在他的影子下施政 擅长从乱局中 嗅到机会伺机而动 老江湖贝鲁斯科尼 此番出手 一国政坛 又是他的天下